兩名不幸殉決遠景 為了追捕偷竊機車的竊賊 那麼卻慘遭殺害 消息曝光之後 當初報案的30歲男子非常自責 他是外地遊客到臺南玩 那麼租了機車當交通工具 沒想到晚上挖了拔機車鑰匙 隔天要騎時發現車不見了 趕緊報案 沒想到衍生出了殺警命案 讓他得知消息之後 在派出所痛哭出來 零星無發案後 就是把起來的機車丟在土城高中 會發生震驚社會的殺警案 要從這輛租來的機車說起 當時男子騎車到赤坎街的酒吧 因為這些鑰匙沒把 導致機車是借到派出所報案 沒有想到兩名員警為了幫他找車 竟然意外 因此喪命 30多歲的男子來台南玩 租機車代步 晚間他把車停好後忘了把鑰匙 隔天早上要騎機車 才發現機車不見 因而報案 為了幫遊客尋找失竊機車 兩名員警慘遭殺害 他只是在執行他的公務 然後就這樣子莫名其妙 然後被殺害 自己東西不見 然後你要請別人幫你找 然後他還就是因為這樣喪命 對 就覺得很會 可能以後都不敢叫別人 幫你找東西了吧 在面對搶匪上 有追 就是追氣的無力感 我覺得這個讓我非常不贊同 我覺得給他絕對的執法權利 世界機車最後被找到 但勇敢的警察卻再也回不來 得志二號報案的男遊客 在派出所自責痛哭 事後到天壇 為殉職遠景 圖明城曹瑞節祈福 各界好友也送上鮮花花藍 寫上祝福 希望在天上的他們一路好走 記者胡杰倫 黃靖宣 許成文 陳立國台南報導